HELLO 大家好,我是Rakashiminow 那麼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帶來 全新自家一趴大獎毛大拿的主隊分析 那我們先快速了解一下這張卡片的真正強度 首先,他是目前傷害相當高的一個隊長 並且也是目前最強的機械主隊長 甚至擁有超狂的直傷,還能夠瘋狂變身 那麼這張卡片到底怎麼玩?以及玩起來強度如何? 今天這部影片即將為大家帶來完整的分析 如果說你還喜歡這種全字幕的精緻影片 不要忘了幫這部影片按個免費的喜歡 那就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內容吧! 那麼首先我們直接從傷害表現 來了解這張卡片的真正強度 首先雙兜牆都沒有變身,平砍就擁有9000億了 甚至血量有42萬,COMBO數更是來到常駐26康 如果一旦單邊變身,平砍直接上看兩兆 血量來到56萬,甚至常駐COMBO也擁有46康 再來雙邊都變身的話,就可以來到最高血量76萬 以及COMBO數常駐有50康以上 不過雙邊變身跟單邊變身,其實傷害是差不多的 光就這個機體來看,不要說是機械族最強了 也是當今最強的一個機體之一了 再來為大家介紹這隊的輸出手法 有四點要注意的 第一個,能夠快變身就快變身 最好是雙隊長都進行變身 第二個,隊員多帶宇宙系列,技能輪轉會比較快 再來這隊的特色是直傷,傷害超級高 那為甚麼變身會變強呢? 主要是來自於隊伍技能的設計 只要你一旦自身隊長變身 就可以吃到進階版本的隊伍技能 你的轉租時間就變成10秒 會再額外多最多30COMBO 內建也多了一個無視著熱地形 甚至你不用開技能 也能夠內建常駐無視拼圖跟2-55盾 甚至每回合會掉落機械強化珠 如果要先變身的話 建議先變身自身隊長 那麼變身後隊長技能也會變得比較強 除了傷害跟血量有加成之外 COMBO數也會變得比較多 不過變身前他的持傷加成是比較高的 所以如果你要玩砲擊隊的話 建議是維持變身前的一個隊長型態 變身前進場會幫宇宙系列去減CD 在變身後更是每回合都會幫宇宙系列去減CD 重量的變身就可以讓實體血量到達70萬以上 並且擁有常駐50COM以上 每回合也可以最多幫宇宙系列去減2CD 甚至搭配變身後技能1還可以無限固版 不過問題來了要怎麼樣快速進行變身呢? 他的變身條件是要首批消除60粒以上的機械珠 如果你正常手轉的話 大概約要三回合左右才能夠進行變身 如果你不想要轉珠的話 其實可以搭配神創以及遲風王 進場後就直接無腦固版 兩回合後就可以直接進行變身了 不過這隊隊員盡量還是帶宇宙系列會比較好 宇宙系列能夠進場減CT 也能夠在其後有非常好的技能輪轉 並且這隊的特色是擁有超高的直傷 在變身前的隊長技能擁有最高直傷的加成 單開萌娜拿的1技能 就可以直接來到1.3兆的直傷傷害 甚至我們還搭配一些技能可以來到最高240兆的直傷傷害 不過這隊的回血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舒服 如果你正常消一組新珠 大概只能回5萬左右的實體血量 如果你要回滿血的話 必須要消機械組成人屬性組 最多消五組可以回滿血 變身後會變成消兩組就可以回滿血了 所以在變身後不只傷害提升 回血條件也有所優化 不過回血沒有這麼優秀 我們可以去減回復顛倒這種敵方盾牌 那麼萌大拿當隊長很強 不過當隊員的價值也是很恐怖 他變身雙型態擁有超級多的結論 首先變身前的1技能 可以點燃敵方還有一個直傷 甚至讓自身無視工錢跟固連 2技能更是可以還原碎裂 還可以把整版轉成機械強化豬 不過如果你沒有首批消除60顆機械豬的話 開2技能是不會進行變身的 如果沒有辦法助轉出機械豬的隊伍 他就可以搭配這些幫你轉機械豬的功能卡 或者單靠他的2技能也可以幫你轉出機械豬 那麼在變身後他的結板力更多了 除了可以解暴風光勞之外 還有固板 並且還可以讓自身無視工錢固連 還可以直接無視減傷抗性 甚至2技能還可以直接還原整版 將整版轉成機械豬 還可以拿來擋死 如果你沒有首批消除60顆機械豬的話 發動2技能是不會變身的 但如果說你一旦變身的話 他是會變回原本形態的萌大拿喔 那麼變回原本形態的萌大拿 你只要在首消60顆機械豬開2技能 就可以變回另外一個形態的萌大拿 所以這算是史上第一個可以變回去 又可以變回來的一張卡片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1技能是可以疊加的 你在變身前開他的1技能 變身後再開他的1技能 他是可以來到25倍以上的界王拳幅度 更甚至在變身前也推薦各位 可以把他的1技能先開掉再進行變身 因為變身的當下 他就會幫你補滿他的1P 所以在變身前 把他的所有技能 給消耗完是最划算的一個技能搭配 不過萌大大的固版 其實有非常多操作上面的小細節 首先這個固版 我們可以經由手轉轉成右邊這個樣子 我們就可以首消8組以上的豬子量 最多存21P 包含他的隊長技能 這個固版就可以額外多存31P了 如果你今天拉角色豬不首消 就會觸發他的羈絆 最多可以直接存額外的31P 包含他的隊長技能 就可以額外加41P了 如果你今天單純只是要傷害的話 建議是首消角色豬 可以觸發他的羈絆 最高是自身60倍的界王拳 如果再搭配他變身 另外一個技能再多5倍的話 就可以自身最多300倍的界王拳了 不過要注意副隊長是無法觸發羈絆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談到這隊的缺點 首先他的回血並不是特別舒服 原本要消5組機械組成員的屬性組才能夠回滿血 在變身後會好一點 消2組就可以回滿血了 不過如果你今天組純火配置的話 消2組火珠才能夠回滿血 所以這個條件會比較嚴苛 只是我們或許也可以靠隊員直接回血來輔助 那麼值得一提的是 這隊沒有內建減傷 如果要擋死的話 只能用他變身後的2技能進行擋死 所以他的生存力是全靠他的實體血量 進關只有42萬的實體血量 如果你帶一些撐血量的隊員 也只來到58萬的實體血量 所以如果你一進關就是需要擋死的話 也可以考慮帶下馬西 或者是這一次宇宙系列的水小甲 接下來我們談到這隊沒有辦法內建減的盾牌 其實這隊大部分的解減能力都坐在蒙大拿的身上 當然也有蒙大拿沒辦法解的盾 比如說畫面中這四種盾牌 其中比較要提的是時風王 如果你隊伍中只有機械跟神族 他一進場就可以開技能 他除了有基本的解盾之外 他也可以拿來進行擋死 再來如果你要解連擊盾跟黏斧 也可以考慮帶超獸魔神 當然這隊 你除了以機械族為主之外 你當然也可以帶一些人類隊員 那麼蒙大拿的牛棚到底有多大 其實他隊長並沒有硬限制 所以你可以直接借卡 當然還是以人類跟機械為主 才可以吃到隊長技能 帶來最大的生命力加成 尤其要以機械為主 他機械族帶的越多 combo加成是越多的 如果你要同感比較舒服 還是盡量以宇宙系列的隊員為主 因為宇宙系列一進場就可以減CD 並且在其後還會有技能的輪轉 會推薦給各位一定要帶他的二獎 二獎就可以觸發這個隊伍技能 讓蒙大拿跟這個二獎有三維兩倍上面的加成 那麼接下來為大家帶來蒙大拿更多的牛棚 其實只要抽起這個宇宙系列就有蠻多的解盾能力 比如說這個是少數機械族微劍的功能卡 甚至這次免費卡還可以直接反手消 無視連擊相等 還可以直接無視障氣黑洞 這張小獎則是可以複製天降 解累積屬性盾相當好用 這張可以解趴數盾跟亡命暴擊 這張主要解十字盾 還可以解無屬級盾 這張主要是增傷可以用 不過副作用就是沒辦法天降要注意 也可以帶薩瑪西一進場就可以開技能 他的雙技能都擁有擋死的一個能力 再來這張主要是一進場需要擋死再帶就好了 這張則是可以常駐的減傷 我們也可以帶一些撐實體血量的隊員 比如說歐吉里德只要組這個純機械 就可以讓他自身有生命力加成 甚至也可以直接多帶這次的二獎 就可以讓生命力加成到達最大的一個幅度 當然我們還可以帶更多機械族的牛棚 比如說亞當就可以解累積屬性盾 這張主要是解累積屬性盾 這張可以附加效果消除 這張常駐增傷還不錯 這張主要是解連擊盾還有黏斧 人類來說可以帶雪來 可以有個固板還可以增加連擊 重要的是他可以二消 這張一進場就可以直接附加效果消除了 這張則是可以直接排珠 還可以整半一消 這張還蠻適合拿來當常駐增傷的 因為這隊在雙隊長變身之後 他基本上就50匡起跳 這個木屋就可以吃滿這所有的增傷了 如果你要解爬數盾的話 可以帶這張免費卡 當然如果你要組純火配置的話 盡量以火機械為主 就可以帶這個常駐增傷 還可以帶這個微劍的功能卡 還可以帶擋死的 甚至這張也可以常駐增傷之外 還可以增加砲擊的一個傷害 這張主要解反饋盾 也可以帶來劍心 他可以拿來擋死啦 或者是可以直接拿來解無屬極盾 這張也是可以拿來一消 這張可以解微劍 這張可以復消 這張主要用他的昇華能力 可以直接拿來增傷 而且二技能還可以直接減傷 當然火鼠還可以帶樂樂啦 或者是復消的吃張 這個解心珠盾可以用紅娘 或者是本夜譜 那你要微劍還可以選客魂 這張則是無視年輔 還可以直接一消 再來如果說你要讓直傷傷害更高 也可以考慮帶個奇諾 他有個隊伍技能 可以直接讓敵人中毒的話 可以提升直傷的傷害額外適配 當然你也可以借其他種族的卡 常駐增傷就可以帶這張 甚至他還可以直接復消 這張則是搭配這個常駐高康也很好用 甚至他的二技能還可以直接回血 那這張的話一進場就可以開 有固版之外還可以復燒 還可以直接追打指定的屬性攻擊 這張則是一進場就可以開 可以拿來進行擋死 如果你要解憶補盾的話 可以考慮帶個潘朵啦 或者是亞絲娜 好了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如果說你還喜歡這種全字幕的金字影片 不要忘了幫影片按個免費的喜歡 也不要忘了按下你的按鈕 就可以看到更多什麼之下的影片了 最後如果你有IG的話 不用在IG上面追蹤我喔 我在上面PO一些我的個人生活照 通常按開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謝謝大家掰掰 指定聯想也要快點